歡迎您來到10點不一樣 我是錢麗如 我們持續帶您關注的是烏俄戰爭 烏軍分別在烏東巴赫姆特和烏南赫爾松 相對是一北一南來持續反攻 還出現了300壯士 我們先來看在巴赫姆特的兩條公路 成了烏軍的死亡公路 烏軍裝甲車遭到了俄軍轟炸 留下了大量的裝甲車殘骸 士兵遺體跟大量的彈坑 那麼也顯見烏軍反攻活躍 但也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損失 而另一部分在烏南的戰場 則是上演了蒂涅伯河搶灘戰 那麼根據報導 俄羅斯軍方已經開始動用了噴火坦克 對烏軍來發射溫壓彈 溫壓彈在爆炸之後 會形成一個高壓區 耗盡區域內的氧氣 燃燒區域內的物體 最高的焚燒面積 可以達到數萬平方公尺 同時還出動了無人機 來攻擊烏克蘭的登陸快艇 烏軍渡河的趕死隊 剩下大概是300人左右 激進團滅 目前只能暫時躲在別墅區的地下室 但美國五角大廈認為 現在論成敗 可能還太早了些